新冠病毒疫情重創 國內經濟還有就業 主機總處今天公布 五月份失業人數是超過了四十八點 九萬人 比四月份增加了五點四萬人 至於失業率則是落在了百分之四點一一 更創下了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新高 而數據也顯示五月份工時 沒有達到三十五個小時的人 比四月份暴增超過六十萬人 本單市觀光熱區的三重三合夜市 雖然可以看見不少店家開門做生意 卻很少等到顧客上門 還有一些店門口已經張貼了出租公告 看起來有些冷清 同樣是觀光景點 單純老街在假日出現不少民眾 但有很多店家沒有營業 有做生意的也說業績不好 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持續 讓很多產業和勞工遭遇到嚴重衝擊 主機總處公布了五月的人力資源調查 就業人數一千一百三十九點八萬人 和四月相比塞滑了百分之一點零九 至於失業人數也比四月的時候增加五點四萬人 來到四十八點九萬 失業率達百分之四點一一 比上個月上升了零點四七個百分點 創下二零一三年以來同期新高 失業率是一百零二年以來的同期最高 在我們就業人數的部分是 漏減了十二點六萬人 從六十七年調查開辦以來 同期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減幅 最主要的是以消費活動為主的服務業 受到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我們在每個月二十五號會公布上個月的失業率 但五月中旬疫情延收 所以改變調查處理 因此在七月初才公布五月的資料 勞團點出 在三級警戒的情況下 五月的失業率還在可預期範圍 但緊接著畢業季到來 更是失業問題的大挑戰 因為要多觀察 而且要超前部署 勞團呼籲對於失業率可能的暴增 政府要趕快盤整既有的紓困方案 讓它更精準有效 同時要啟動就業安定基金等措施 並想辦法讓各產業和就業需求 獲得更妥當的安排 讓勞資雙方維持企業的營運量能 等解封之後才可以迅速恢復經濟活動 至少人吳家寶 臺灣報導